当耶和华将亚摩利人交付以色列人的日子 约书亚祷告耶和华 日头啊 你要停在畸变 月亮啊 你要旨在亚亚轮毂 好 大家有没有发现约书亚祷告蛮简短的 好 简短的祷告 后来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 来 我们接下来读 于是日头在天当中停住 约有一日之久 只等国民向敌人报仇 所以呢 出于信心 简单的祷告是大有能力的 是可以带来神迹的 好 那你们就会问啊 带出神迹的祷告到底是怎么样的祷告呢 我们过去啊 都会以为要刻苦己身 最好是屈膝跪着 长时间不吃不喝 迫切祷告直到事情成就 对不对 但是呢 如果我们真正查考圣经 圣经是怎么定义神迹式的祷告和恳切的祷告呢 那我们来看下一页 大家一起来读 以利亚对雅哈说 我指着耶和华启示 这几年我若不祷告 必不降路 不下雨 好 那我们大家一起读 以利亚恳切祷告 求不要下雨 雨就三年零六个月 不下在地上 好 刚才有没有看到以利亚的祷告词很短 对不对 他就说 这几年如果我不祷告 就不会降路 也不会下雨 结果呢 圣经说 什么 这是恳切的祷告诶 而且呢 他一讲完 这么简短 三年半都没有下过雨 好 那你们还记得刚才讲过吗 约书啊 祷告词也很短 对不对 他只祷告说 日头啊 你要停在极变 月亮啊 你要旨在雅雅轮毂 然后呢 时间就暂停一天了 所以呢 带出神迹的祷告 不用很长 不用苦苦哀求 你只要按照神的心意 你完全相信 你心里相信之后呢 你就有信心宣告出来就可以了 谢谢你播出宝贵的时间 我是乡乡牧师 我想邀请你跟我做一个祷告 给自己一个机会 让耶稣成为你的主 让你的一生都有天父爱你 亲爱的耶稣 请你住在我的心里 做我的救主 生命的主 谢谢你赦免了我所有的罪 从死里复活 使我称义 亲爱的圣灵 请你充满我 引导我一生的道路 保护我 供应我 医治我 奉耶稣的名祷告 Amen 恭喜你 今天成为天父的孩子 祝福你的每一天 都住在恩典里 大大蒙福 深深被爱 被受恩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